本路段由藤原豆花店赞助播出 马来西亚的好朋友们有福咯 看烂片之后来笑笑话 跟Saber一样会飙车的头纹字底主题 豆花店就在这里 让你进行吃豆花喝豆浆 也将饭沙面糕点通用 还可以和AE86真车打卡哦 大家好我是Sharota 夏洛特虽然有点懒惰 但是自愿还是个非常时髦的少女 那自然新出的各种大咖动画电影 就算看PV就知道 嗯肉眼可见的穷 但还是得去看一下底 当然看完之后 我立刻就后悔了 我的电影票钱还不如拿来中午加菜呢 因此今天就来讲讲 最近看的这部FGO最新的动画电影 有望成为Face系列最烂的黑历史作品的 FGO神圣圆桌领域卡梅洛吧 夏洛特虽然看Face系列也挺久了 但我是个全动画党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就专门针对动画部分来讲啦 虽然听说原作真的什么超级厉害 但我也只能说 sorry动画就是没表现出来 请去骂制作组骂死他 对 神圣圆桌领域卡梅洛的故事 是改编自FGO手游篇章中 主角们在第六个特异点所发生的故事 也就是就时间线上来说 算是绝对魔兽战线的前传的概念 也许是这都已经是第六次穿回到过去处理历史问题啦 所以必须对剧情结构有点小创新 但还是让人很想说在这一个故事中 编剧实在是有点没搞清楚FGO的故事剧本的有趣之处 想想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主角两个现代人 利用特殊的高科技穿回古代 修复被毁坏的历史 那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那就是古人和现代人的碰撞好吗 这里的碰撞不是你想的那种有欧派的碰撞哦 我承认我有点过度期待 哎 仗人就是这样 明明其实过去所有的废子作品 没有一个会按照我的期待发展 也几乎每个都会让我看到快血管爆裂 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在渐渐的欲望 看来我也有点M的特质呢 扯远了 一看到这部剧场版的名字和PV 原以为是像巴比罗尼亚的剧情模式一样 主角们穿越到A时代 同时召唤BCD时代的英雄来帮忙圣网道 既充满了历史的性感氛围 也同时充分发挥废的系列最迷人的设定 那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古人大乱道的核心 但是到底是谁觉得让A时代的亚瑟王 和B时代的拉美西斯和他的部下双网 一起穿越到C时代 跟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 十多世纪的耶路撒冷战斗会是好主意 作为一个历史况的夏洛特一开始还以为 什么是我时间记错了吗 公元十三世纪 十字军东征 不创新亚瑟王传奇的时代 大约是公元五世纪左右的英格兰 然后才发现好样的 虽然亚瑟王和他的部下们 算是这部动漫最主要的主角N的反派 但他们其实也是从别的时代被召唤过来的从者 一个客场球队直接占据了整个球场的概念 所以这还是FGO吗 除非下集有什么还没揭露的伏笔 不然你让A和B这两组人 穿到哪里打不都一样 跟主角等人也几乎没有任何的代沟 或是生活习惯的差异 这部就是另类的红黑圣杯大战 反正是我期待错的方向 my bad 这就算了 但是这时候我就要说一句 非常出怒原作党的话了 我 我准备好了 我没在怕的哈哈 虽然FAT的世界是打着历史 古人大乱斗的旗号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不要太过于期待一些 非常史诗的东西 承认吧 妹子绝对是看点嘛 这也就是为什么魔兽战线 会变成美团大比拼的原因嘛 于是原本非常惨烈 死的一大票死老百姓的战争氛围之下 还不忘参加着男主猛开后宫的迷惑情形 也就不那么难理解了 所以在这部圆桌领域也是同样道理 本来这部剧场版手头就点紧 总是长只有90分钟 如果平均分弹给三大阵营的人 那每个人都只剩喳喳了 因此各方面的经费和时间 都莫名节约到了最重要的部分 那就是妹子身上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 个人觉得被预告骗了的拉美西斯二世 泰斯都没几句 甚至连露一首展现他王者的实力都没有 可悲 谁叫你没有奶啊 戏份和存在都非常重要的莫德雷德 原本在本作 他可以挖掘的地方是非常多的 在正史中亲手杀了自己老爸的叛逆骑士 作为英灵再次被召唤之后 这次决心作为老爸忠诚的骑士而死 多么励志多么感人 但没办法 先不说说你是男的也不行女的也不行 重点是你的衣服穿太多啦 又不可能光明正当让你穿新带装 因此我想想莫德雷德总共在剧场版里面 讲过几句话哦 嗯 大概反正前后不超过5句吧 之后这个莫名在结尾送命的阿拉什是谁 从头到尾追踪别人的叙述渲染 他生前好像多么多么厉害 但他唯一就作用堪比工具人 出手就让男主等人几次 之后结尾就赶着领便当去了 反正who cares 与上面几位相比 这就长得像阿努比斯的妹子戏份都莫名得多 而明明在太短的篇幅中什么都缺 偏偏就是要给你加个男主和妹子意外结婚的烂戏码 真的是毒死你算了 哼 玄奘 其实我一看到他就已经猜到他是谁 但看到人家都叫他caster 我还以为这之中有什么玄机 但没错 他只是具有玄奘 毫无悬念 更奇葩的是这位三藏法师不仅好战爱打架 还学会了他的徒弟们的本事 叫做豪猫翻身之术啊 金箍棒啊 所以在FGO的世界里大概是孙悟空想去取经 于是任了个师傅来保护他之类的 嗯 听起来挺酷的 不知道玄奘会不会气到从棺材里面跳出来 害孙悟空出来扁思你 而就不用说其他的圆桌骑士了 基本上戏份约等于有几句台词的 叫以来说不是杂鱼的杂鱼 以及根本没几句台词的杂鱼中的杂鱼两种等级 哦 还有贝德威尔啦 哈喽 这部配合不是神圣桌领域卡美洛吗 所以真正的意思是只有圆桌领域就好 领域里的杂鱼们一点都不重要吗 一群臭男人罢了 篇幅不够当然能下就删 而且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点 虽然有时候人物的脸可能会有点堪忧 有时候战斗也是有那么点稀少 更多时候剧情跳跃有点看不懂 但是食物的戏份大概仅次于妹子占第二多的 而且每次镜头特写一给到食物 立刻就精致了起来 所有圆桌骑士加上亚瑟王佳琪的待遇 都没有食物来得好 仿佛是想研剧Face系列一如往常的美食传统 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会确保主角们要吃得好美味 但当有角色鼓拜的时候 我其实都不认识你我应该哭一下 还是Let it go 毕竟无论是达文西这样的自我牺牲 还是这个阿拉什的壮烈成人 主角们看起来都不是很care 该吃吃 该开后宫继续开 所以让我确认一下 我看这场真的是神圣桌领域卡美洛吗 这是一部有很多美女的美食翻无遗 还有 制作是真的真的真的不行 一个真的都不能少 是我对制作的要求真的没有很高 所以如果你剧情缜密人物刻画完善 但就是画风崩了一点我就勉强接受 但FGO本来就是个钱堆出来的产业 这点他是最没资格去反驳的 为了妹子他舍弃了部分剧情 舍弃了部分角色 那如果还没钱你要咱们看什么 就那少少妹子的cut 如果我是男人我都不买单好吗 可以看出来IG应该是尽力了 这个公司做过之前我说的大贵族和优国的莫里亚蒂 看得出来只要有钱 无论是人脸还是战斗 他都能做得很精致 很符合女性观众的审美 所以我觉得这国有点圆 但是也因为幽幽幻制作公司的关系 更何况神圣圆桌领域出现了不少在SSN登场过的角色 你会发现有一对似曾相似 但你好像不怎么认识的人 于是你会看到长得像亚瑟的贝德威尔 长得像尼路的亚瑟 正一听起来像某位神官的法老 以及长得都很不像他们自己的主角们 整部片就走一个半小时 一般人敢只说故事都来不及呢 但神圣圆桌领域中各种无疑的冗长文系又特别多 就是那种什么男女主望的天空聊天啊 贪心说爱啊 把妹啊 女主和其他妹子一起洗澡啊 实在是在挑战萧特的血压上线 原来以为终于撑到苦劲干来 最后在结局发现这只是个上半集 过后还不确定下集会不会又拖到还怎样的呢 的时候真的是有种我被骗的感觉 花了两百多块来看了个寂寞 难怪那天去电影院的时候变成几乎萧特包场 只有远处一名显然是流泪支持的同好 默默地坐在最阴暗的那个角落 佩服你的毅力兄弟我支持你 所以这部动画电影 真的是我目前看过最烂的动画电影 虽然我觉得这纪录被打破也是迟早的事 不还要下集这批实力强劲的黑马吗 本来FAT的动漫就是稍微商业化一点的 剧型人物不是说没有哦 也是有许多打动人心的 但是那从来不会是他最大的卖点 华丽的战斗家猛妹子 几乎是之前的作品不败的公式 让观众能够稍稍接受去比较弱智的剧型 但现在这部神圣圆桌领域卡美洛 要战斗没多少战斗 要配乐嗯一般般 要剧型因为太敢了 有时候不玩原作根本看不懂 要角色吗 根本没时间分给你们这些酸臭大汉 要情怀亚瑟里才出现那么几下 要妹子虽然是不少 但你真的不会觉得挺刻意的吗 最美的这些 这部动漫还有什么 美食吗 真的是有种用一堆优质的材料 合成出一坨垃圾的感觉 企业公主又是你干的好事 我知道了 是不是神圣圆桌领域卡美洛的电影 放映现场非常好睡啊 烊烧冷气凉光鲜又朦胧 简直是完美的卧室首选 可是为了睡觉 有必要让我们全部一起陪葬吗 是呀 其实人家是真的挺喜欢FJL系列的 因为这种穿越到过去修正历史的设定 真的很有趣 之前巴比伦尼亚 几变男主后宫开的有点猛 但是支持我 则是金珍珍和恩其托的感情 并且结尾 嫌王和死老百姓们 为了守护自己的国家的牺牲奉献 还是有点感动到我 而照理来说应该是以贝德维尔跟亚瑟之间的主仆情仪 为核心的这部剧场版 结果完美的被各种妹子转移来焦点 亚瑟形同路人 糟糕 制作组总不会记不小心 看到我吐槽期待这大集结的影片了吧 现在连沸腾 亚瑟也要退化成有头有点路人了吗 不要啊 即便我早就知道大部分沸腾的动画 他更想取悦那些男性的观众 改编时比起剧情更想展示那些屁股和奶 但我就是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渣男 人生真难 难道女粉不配看Fate吗 你作为一部以历史古人作为卖点的作品 不配用历史这个主题来说点故事吗 其实我看的是 在Fate里面寻求历史成分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吗 我都义无反顾贡献了我的电影票钱了 所以我再怎么样也值得这种成作的告白和抱怨吧 而且电影都支援到一半 我也不太可能不去看下半集了 完全落入了这部垃圾电影的圈套 可恶 那么同样被FGO新剧场版惊到下巴都掉了的你 请给个赞给我压压惊 随便订阅一下 才能够看到更多夏洛特崩溃的影片哟 最后请在留言一起集气 祝夏洛特早日脱离渣男的怀抱吧 又或者你也可以成为新的渣男 还是加入夏洛特的会员 给夏洛特一点温暖 我们目前的后宫成员友 非常感谢 我们下次就换来讲另一部最近的电影版 银魂The Final 洗干减脖子等着吧 哈哈哈哈 请去骂制作组骂死他 对 那 起 这里的碰撞不是你想那种有欧派的碰撞 但我就是空救不住我 一个客场球队直接占据了整个球场的概念 所以 不然你让A和B这两组人穿到哪里打了 为什么外面都吵 我发疯了 所以让我确认一下 我看这场真的是神圣圆 神圣 真的是有种用一堆优质的材料合成出一坨垃圾的感觉 真 真的是有种 哈哈哈哈哈哈哈